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大马吉母亲要是在海外生了孩子 孩子最后却不能自动拿到我国的公民权 这样的限制其实是引发了争议一段时间了 2021年9月份的吉隆坡高庭就做出了一个标杆性的宣判 就是说本地女子公民跟外籍男子结婚之后 应该享有和本地男公民跟外籍女子结婚同样的权利 他们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可以依法获得马来西亚的公民身份 不过上诉庭却在2022年8月推翻高庭的裁决 改判大马吉母亲在海外生的孩子不能自动获得我国的公民权 所以情况又打回原形 后来就有公民组织和挺身而出的6名大马吉母亲 他们联手继续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寻求推翻上诉庭的裁决直到今天 那到底大马吉母亲在海外生的孩子 可不可以拿到我国的公民权呢 兜兜转转来到今天终于有了曙光 内政部长塞福丁今天在一场媒体汇报会上率先透露 内政部确定会在下个星期一 10月14号开始的国会下院会议当中提成联邦宪法修正案二读 允许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可以根据大马吉母亲的国籍 自动获得我国的公民权 并且在18到21岁成年期间 决定自己到底是要跟随父亲的国籍 还是跟随母亲的国籍 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是这一项修正案通过的话 过去我国宪法只允许在海外出生的孩子 根据大马吉父亲的国籍 自动获得我国公民的身份 在完成修法之后呢 孩子也可以根据大马吉母亲的国籍 获得我国公民身份了 只是孩子到了18到21岁期间呢 就必须做决定到底他们是要跟爸爸 还是要跟妈妈的国籍 如果选择大马国籍呢 那他们就必须放弃其他国家的国籍 如果你说我两边都要可不可以 不能 我国是不接受双重国籍这回事的 没有说我有两本passport 没有这一回事 那塞福丁就强调了 虽然孩子到了18岁之后 能够申请大马国籍 不意味着他们在18岁以前 就是无国籍儿童 塞福丁在汇报会上还谈到 即使早前当修正案提成国会一读的时候 曾经被人权分子强烈批评 指控团结政府残酷 恐怕会制造更多的无国籍孩子 但是塞福丁反驳说 这次的修正案 主要是要确保大马籍母亲 在海外生下的孩子 也能够拥有大马的公民权 同时也能够解决早前面对的 无国籍孩子的问题 他说这项修正案 也关乎国家的未来 以及社会的包容性 毕竟公民权是非常严肃的课题 塞福丁还举了个例子 他说比如吧 有一个孩子 他是在美国生活 从来就没有回来马来西亚 但是他成了大马公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就需要确保这个孩子 是有意愿在大马居住和生活的 因为政府是不会随随便便 发出公民权的 塞福丁还提到 孩子在海外出生之后 父母是有一年的时间 在国外登记 不过他说很多父母都不愿意 抽时间去办那些手续 所以才导致现在政府 必须要面对比较复杂的情况